各位正在收看的是又一期小白合租日记 我是你们的小白老师 为大家带来新的一期的精彩分成的小白合租日记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二三四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准时开播 就算不能够准时开播也可以做到暗时开播 不是八点播九点也会播 那么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林中白狼 那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的童物小倩 她的新浪微博小倩爱学习 不过你最近好像又没有更新吧 小倩 我基本上都不管微博了 小倩 我跟你说 有个好东西要给你 什么 这个是柯佳家今天晚上出去有什么事 她让我把这个给你 真的吗 这是她纯手工制作的小糕点 真的吗 对 然后 对 昨天后来我们直播完之后 你已经睡了 她又没叫你 哇 谢谢她 不要客气 我又不忍心把这个纸给撕 死饭了 我这里有好东西 你吃过晚饭了吧 我吃过了 那我就不跟你分享了 这是我这儿有个肉夹馍 是在传媒大学附近买的这个著名的肉夹馍 卖铭饼干哎 这是她自己做的 她自己做的 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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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直播一边要吃一下肉夹馍 然后大家好像有好长时间没见到小芊了是吧 小芊 对啊 最近你工作也太忙了点儿 经常加班老在家里见不到你似的 想我吗大家 想啊 我们大家都很想你 好吃吗 还不错 你好吃的 你来一块呗 我就不了 我吃我的肉夹馍 她有两个味道的呢 巧克力味和原味的 都是她说给你的 那你就 你就好好吃吧 F6214她说请帮我告诉小芊 我爱她 水友南水友走开 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就好 哎 这个不要这么谦虚 我知道呢 你们不仅想听见我的声音 你们其实还想看见我本人 我就在这里 无论是我本人 还是我的声音都将陪伴着你们 哇 才发现今晚的标题是平溪王啊 这标题 这个标题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吗 今天还有很多其他的话题呢 然后 我首先忍不住请大家 跟我一起做一道选择题 这个所谓的选择题呢 其实说的是 就在这个 大家知道我上个周末呢 跑到云南去讲课 但是我在周日的时候 就匆匆的飞回来 飞回来的原因呢 是在周日的夜里 也就是在周一的凌晨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呢 有一道广播节目 就是叫做夜空守望者 然后这期的夜空守望者 其实就是一个选择性的话题 然后不由得想 就是把这样一个话题 拿到比如咱们的网友 如果让你们来选择的话 是不是会跟 我们的听众 有很大的区别 对呀 所以有人在询问 这是不是直播 答应说 你猜呢 最近是换摄像头了吗 你说对了 这个摄像头在上周 就是柯柯家回来的第一天 一直播直接就啪就憋了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呢 得 对吧 又又又又弄了这个东西 又换了一个新的这个摄像头 所以现在呢 这个新的摄像头 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调试它 所以包括色彩啊光啊什么的 都挺奇怪的 大家稍微的这个对吧 忍耐一下 然后慢慢的来 慢慢来调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就说到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选择题 其实挺有趣的 给大家看张图 这个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 许多媒体能都曾经报道的 说河北邢台 一位大哥 对呀 就是光着网子 带个眼镜 直播轮登在这发呆的这个主 他是在一场洪水之后 此人呢是河北邢台 大咸村的村民 他的名字叫做高丰收 说这位高丰收啊 当洪水来临的时候 水直接冲进院子 然后冲到他们家 屋里边 然后哗就进来 然后他老婆赶紧把他给叫醒 但是呢 咱们这位高丰收高的哥 他当时的反应是 立刻毫不犹豫的 夺门而出 跑了 他跑哪去呢 他不是一个胆怯的人 事实上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他跑到村西头 你知道他自己住在村东头 和他老婆孩子 对 在一起 然后他跑到村西头去 救他的老母亲去了 对啊 然后呢 就把他的妻子 还有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呢 一个四岁 一个两岁 就丢在家里 而且在这边家里边 还有一个腿脚不利落 腿脚有残疾的老父亲 然后他把这家人 根本就不管了 也不说一句话 直接冲着 穿个大鼓掌的 跑去救他妈 对 然后冲到那边家里边 赶紧把他妈扶上房顶 这时候水呜呜就起来了 然后他才想到 哎呀 我老婆 还有我的两个孩子 还有我老父亲 还在家中 哎呀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对 只能等到那个水 慢慢的退了之后 他赶紧趟着水呢 再返回到自己的家中 发现啊 原来他妻子 还有两个孩子 还有老父亲 也都在房顶上 这才松了一口气 阿弥陀佛 总算是没有出人命 但是 这件事之后 他老婆 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然后趁他不在家的时候 把家里边 仅有的两千块钱 存款一拿 然后抱着两个孩子 走了 回娘家去了 他们现在不是在 在河北形态吗 然后他们的 那个女方的老家 其实是在山东 他当初就是在山东 他们两个认识 然后跟他 就等于嫁到河北来 但是一场洪水 他老婆抱着孩子走了 这就是一个千古难题 相信许多男生 都被问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当 如果是同时落水 老婆 老妈 对 和老婆 你先救谁 这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 会怎么来面对 怎么来回答呢 反正那天的广播节目 讨论还是挺热烈的 我不由得想到 就是我把这个话题 拿到我们的这个 直播节目里边 大家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各位 你们会怎么选 你们认同这位高丰收 对吧 这位冲去先救老妈 还是说你觉得 他做的不对 他的选择应该 毫不由于先救老婆 再加上自己的孩子 对对对等等等等 来 就说这个认为 他应该 对吧 先救老妈的 打一 那就是支持高丰收了 那如果认为 应该先救老婆 打二 那就是反对高丰收的做法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看 小小的调查 大家觉得应该如何 这位先生的行为 真的是无法评价 如果是老婆 如果老婆是小倩 我就一起救了 还有很多打一的 都是救老妈 认同高丰收 哎呀 居然没有一个打二的 只有一个人在打二 这个打二的人 瞬间就过去了 还有人说是应该救娃 还有人说是两男的选择 还有人说是看情况 让他生 让他生 先救静的 先救静的话 就应该先救老婆了 两个和一个 应该先救人多的 那他跑去救老妈了 好吧 我们简化一下 应该先救老妈 还是先救老婆 咱们不考虑 还有孩子 还有老爸之类的事情 大家会如何选择 支持高丰收的做法 应该先救老妈的 打一 对 那个反对他的做法 不认同 认为应该先救老婆的 打二 看看大家选择 现在打一的 也就是支持高丰收的行为 并且一定会 毅然决然的先救老妈的 现在占了绝大多数 或者说压倒性的多数 看来咱们在线的网友 各位 你们都是大孝子 对 那各位能不能顺便说一说 就是 你们为什么选择先救老妈 而不是先救老婆呢 对 总有个道理 现在打二的人 真的是少之又少 清一色的打一 可见 我们国家 百善孝为先 这样的理念 已经深入人心了 真是让人好感动啊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 先想想老妈 为什么一个人住那么远呢 那可能老妈就不愿意 跟他们在一起了 还有网友 对 他说 ZZZ 他说这是因为 这些家伙都没有老婆 哦 那如果是有老婆的你 这有人说了 老妈就一个 老婆可以再找 孩子可以再生 这个听得怪怪怪的 这个听得真是 而且有点耳熟 因为那天晚上 就在我主持广播的 直播节目时候 也有不少朋友 的确也是这个论调 就说 妈妈只有一个 老婆可以再娶了 哦去 还有人说 老婆会去草原的 老娘就是永远 永远是你的老娘 会去草原的意思就是 想想加奶量啊 一片大草原 胡伦贝尔咯 等等等等 还有人听到说呢 老婆可以自救 这有什么难的 老婆会自己救自己的 但是如果你们 这样选择之后 老婆呢 她就抱着孩子走了 她心灰意冷 她不愿再跟你说一句话 你会不会后悔呢 各位 就是如果这样 怎么办呢 有网友说 静孝只有一辈子 老妈供了我多久 老婆才供我多久 哦 老白 你会怎么做 先不要问我 先看大家怎么说 因为这个话题 其实是有点敏感的 那闹不好 就会被她这个活活的喷死 所以要慎重 这里有网友说 我不会找 不会游泳的老婆 对 找一个会游泳的老婆 万一到时候还能够救你呢 对不对 OK 有人主张静的先救 静的话就是老婆了 那我们把问题再简化一下 老婆 老妈 怎么办 至少应该先交代一下老婆 再去找老妈了 先救老妈 然后和老婆一起死 拿 这个是什么样的应用的行为 天哪 静的先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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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俩人离你一般静 都救 救不了就陪着死 我来告诉你 如果你跳到水里 你想了都救的话 那真的是三个人都会死 原因很简单 你跳下去的话 对吧 两只手如果同时拽两个人 一定会沉地儿 一定是只能先救一个 不尽孝 后悔一辈子 哪个方便救 就救哪个 真要是遇到了 可能会看本能反应 没遇到说啥都外大 反正那位高丰收呢 他当时洪水了 他是被他老婆抓 哎呀来洪水来洪水 他醒来之后 立刻毫不愿地跳下那个炕 然后穿个打褲打褂 就去救他妈去了 跑了很远很远 你看 他的那个的确是本能反应 但他本能反应的后果是 第一他救了他老妈 第二 后来他老婆不理他不说话了 然后带着孩子走了 就这样子 有网友说 就听小倩的 小倩如果是你的话 不过她是女生 你叫她可怎么选呢 对吧 不过小倩 你觉得算了 我不让你 不能把你放在火上烤 这个问题是有风险的 我就想知道 小白老师的肉夹馍 什么时候能吃第一口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得先打点水 然后再回来吃 嗯 来小倩把你背的 谢谢 不客气 我得家这个底下做的好好吃啊 是吧 是啊 你看他真的做不错 你帮我看一下他们都怎么选的 选啥 就是他们到底选旧好吗 还是旧老婆 不是选过了吗 他没有锁门哎 怎么办 那是锁门的 是锁门的还是不锁门的 锁门打一不锁门打二 来测试一下 你的电脑出bug了 我怎么好像远远的听到一个奇葩的 电脑出bug了 出bug了 出bug了 很多人 一万多位网友都忙这打一 哎呀 我真是服了你们了 哎 好啦各位 我假设你们打一呢 都是为了就是说 表示支持高丰收先生 对 然后呢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旧人的事 你们一定毫不犹豫的先救你妈 至于老婆呢 对吧 那就随他去了 而且就像有些网友说的 老妈只有一个 老婆也许可以再娶哦 孩子可以再生哦 哎 我说的呢是 小倩要是我老婆 我就先救小倩 先救你妈 真是重色轻有的典型啊 可 呃 我是这么觉得的 各位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呢 其实它有点敏感 所以呢但是我要提到一点 供大家参考 就是我认为有些朋友说呢 老妈只有一个老 老婆可以再娶 这个话实际上听上去 会一定一定一定百分之百的 让老婆会觉得寒心的 就没有一个女人会 会愿意被你想说 可以再娶哦 孩子验死可以再生哦 你倒是有把的力气是吧 可是可是老婆会这么想 对吧 他会觉得你这个男人 是值得托付的嘛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小心 同时我要提出一个 一个问题 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是什么呢 呃 就我不直接回答咱们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要提出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啊 我认为对于一个男人而言 事实上在他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 不是他母亲 绝对应该是他孩子的母亲 也就是他的老婆 OK 哦天呐 大家先别忙着开炮啊 大家不要误会 不要误伤 但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就是事实上那个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 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但是有些东西吧 好像逻辑上有问题 比如说在我们国家 女性吧 好像只有到她们年老的时候 就比如成为婆婆的时候 要得到儿子和儿媳的双重的尊重 这种尊重 往往以婆婆对于儿媳 和她的这种压制来标示出来 但问题是 这些老年妇女 在她们年轻的时候 也就是比如说 她们是作为人妻的时候 对啊 在最年轻的时候 最需要爱 最需要 最需要关照 最需要保护 最需要心疼的时候 其实是得不到这些的 然后只有等到她们上了年纪 才能够凭她们这种婆婆的身份 得到一种奇怪的 这个我不觉得特别好 我认为最好 对女性最好的态度 就是在她们最需要得到爱的时候 给她们爱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呢 以上就是我的建议 对这个到底这个建议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想 好了 但是我已经通过这个调查 明白了大家的看法 然后我来告你们 我做的比较是这样的 就是从网上刚才的调查来看 主张先救老妈的网友的比例之高 是要高过我在广播里边 那些听众的比例 因为我在广播节目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听众主张 应该先救老婆 但是在咱们这儿 基本是压倒性的先救老妈 哎 这个倒是让我开了眼了 就是原来咱们这个熊猫TV的网友 对吧 其实 然后这里有人说 基本上大部分人 实际上是会先救老婆的 OK 看直播的人年龄都比较小 哦 也可能你们根本就没有到娶老婆的年龄 然后你们的身边只有老妈 所以你们心里边想的是 我当然叫老妈 当然叫老妈 当然叫老妈 是吧 当然救老妈 可是那个 好吧 这个问题就暂时进行到这里了 OK 那这位说了 小白我们没老婆 这儿还有人说我高三 好吧 高三的同学 那个我向你推荐 向你推荐一本书 那个就是我写的高考战斗手册 这本书呢 不妨读一读 是吧 到网上京东啊什么淘宝都有的卖 然后呢 其实可以有效的帮助你在高三的这个话题 最后这个这个这个时间吧 然后来冲刺一下 OK 自吹自擂一下 高考战斗手册 嗯 小白别拿那种题考我们 好好好 就是也算是让我了解了年轻网友 你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对高三的同学纷纷选择救老婆 那这也是情有可原 这里有网友说 小倩和空井掉水里你就谁 自己游啊 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 不过呢 这个问题呢 你们恰巧难不倒我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 话说 我是真的是过在水里边捞人的 对我有这个经验 而且呢 正经来说 我以前是在海上当过水手的人 我的水性特别好 我可以完全负责的说 小倩 嗯 你只管放心 就是说无论是你还是空井 还是客客家 还是情子掉水里 就在你们一起 但你们最好不要一起掉水里 但一般如果只是两个人掉在水里 我保证把两个人都给捞上来 这么厉害 对 就这一边掐一个 基本上你甭指望我在水里太温柔 因为太温柔 或者跟你商量那就没得救了 在水里就绝对要避免你们抓到我 所以基本上我会在后边揪头发 或者掐脖子 但是我能保证你们不沉下去 对如这位所说 一边抱一个差不多吧 嗯 别人不用说 为了害怕溺水的人挣扎 就直接把他打晕 哎 不不不不 废那个事 你打晕他 你不知道他那个耐受力有多强 万一他且打不晕 那你们俩全都挣扎了 就就就就下去了 对 所以 嗯 重要的是呢 那个不如这样 反正网友也提醒我了 小倩你看这样 不如今年夏天的时候呢 嗯 我给你们开一个游泳辅导课 对 让你们也变成懂水性的人 怎么样 然后将来 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去救别人 可以啊 怎么样 这个好吧 空井会游泳吗 哦 空井有可能会游泳 因为他们当空井的 好像有这个训练 真的吗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飞机啊 就是破降的时候 有可能会落在海里 嗯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空井他就得 那就行 那就好办了 行了 那我们俩一块救你 那这个时间简单 这个太好了 嗯 这里有人说 住口 无耻老贼 这什么什么什么人啊 还有人说 直播教游泳 呃 直播教游泳 我看这个主意呢 是可以的 嗯 这个 那这个 就只好我找一个平静的水域 大家主要看我 我怎么游 你们就跟着怎么来 好吧 嗯 别上当 老白就是想看你们泳装 来 这是一位热心的网友 提示其他的网友 不要轻易的跟我来学什么游泳 对吧 因为说不定我想看看你们的泳装 是不是这个比较 我为什么要看你们的泳装呢 这个很奇怪啊 嗯 还有人说这个小老白这盘棋下的比较大 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好了 关于这个话题进行到这里 我们马上呢进入到今晚的正式的话题 首先要说到的什么呢 1月21日 英国的著名的金融时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 眼下 看多中国的人 击败了看空者 哦 这篇文章 就说那2018年 凡是那些看空中国的家伙 大多数已经被迫吞下了苦果 嗯 这是少见的 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啊 就正面来说中国的这个这个这个事情 那这篇文章 China 对吧 他他他这什么意思呢 那我说啊 说这个啊 在2009年的时候 当时在西方有一批 对有一批搞金融的人 认为中国经济会不行了 可能来个硬着陆啊什么 于是开始做空中国的公司 然后到处宣称说 中国债台高筑的那个经济里边 潜藏着危险啊 啊 其实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很简单 这就是讲的这个这个 对吧 西方版的中国崩溃论嘛 就就就就就这样了 对啊 然后然后但是呢 真的就有不少人信 然后真的就一批人呢 开始忙着在这儿 就是所谓的做空中国 但是做空中国的效果 似乎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的好 哎我稍微调一下这个镜头啊 叮 OK 就说呢 凡是做空中国的公司 最近 好家伙啊 都赔得一塌糊涂 据说许多基金经理 因此赔到倾家当产 然后有些人直接叛变 开始转为 哎我看好中国经济 看好中国经济 对啊 还有人就就关闭了自己的这个 基金的生意 所以据说是2017年 对啊 做空中国的投资者 遭受了大概350亿美元的损失 几乎是他们堵住的一半 这个厉害了 对啊 然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就是有一部分觉得 哎我放弃了 这个中国这个不好做空 中国太厉害了 对啊 但是还有一些人在坚持 哎哎哎我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厉害了 比如说有一位 就这个叫做基金基金的经理 叫夏诺斯 他说Nothing changed 什么都没有改变 中国他们只不过是做了 所有的政府都会做的事情 把问题提到未来去解决 而就中国人而言 这是一个巨大的信贷问题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但是我知道 这是不可持续的 这就是充满了信心 就是看空 继续要看空中国 好你有种 你继续做下去 你一定会把自己赔死的 对啊 就是那个 我觉得挺好 我乐意看到呢 就是看空中国的人 然后这个坚持到底 然后我要鼓励他们 因为因为你要知道 中国经济 你说难道就不存在什么风险 不存在近期 就要爆发的什么问题吗 我认为是有的 对所以我主张 就是那个 那哥们儿 你再坚持一段时间 不用坚持太长 基本上你再加把劲 使劲做空 再过二十多天 对中国就要开始崩溃了 真真心话 这个秘密一般上 我不都不说 就是你会看到中国 工厂 纷纷的都歇业了 哎呦 城市里边 车少人稀 简直都像鬼城一样 然后大批的人 都无所事事 只能够在家里边看电视 甚至小孩子 挨家挨户上门要钱 还是自称什么给可怜巴巴的红包 就惨到这个程度 所以做空中国的人 你们只要再称一阵子 马上你们的梦想 就会成为现实 祝贺你们呀 祝贺祝贺祝贺 这有人询问说 现在北方不是很冷吗 的确很冷 小倩难道不冷吗 小倩也很冷 但是小倩回到家里来 就不冷 第一是因为我们家有暖气 有小太阳 有电暖气之类的东西 第二 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家 有着别样的温暖 对 有着友情的光辉 所以我们家的每一个成员 在家里边都觉得浑身暖洋洋 是吧 是的 对 没错 OK 这里有人说 这几天叫做过年 不要说出来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 战乎局的行列 好吗 OK 好了 接下来的话题 我就要说到 不是所有人都看空中国 还是有些人呢 脑袋越来越清醒 包括我们的台湾同胞 马上要看到的是 两位台湾的节目主持人 是如何夸奖咱们中国内地 就是福建的一个施工工地 创造的奇迹 来邀请大家一起来看 走着 叮 现在可是不得了 福建有一个火车站 510分钟的时间 马上就做大改造 怎么改法呢 很多人说不可思议啊 立刚 因为他们讲 前几天呢 这个火车大改造 有人就讲说 晚上6点半去的时候 看到这个铁路网的 这个某个火车站 它叫龙岩站 还是个旧站 但是呢 到了凌晨半夜3点 就去看旧站不见了 变成一个新的 来立刚 我们马上通过它的航拍 这个空拍的画面来看一下 下面密密麻麻的一点一点 那些人在做什么 那些人在做什么啊 那是人啊 我刚刚还以为是蚂蚁啊 那些人 一千五百多个人 在总工程师一成立下 开始动工 结果傍晚6点半 就赶快把他们这个 南山龙铁路网之一的一个 龙岩站呢 就开始要把旧站的这些 我们的火车的轨道 开始啊 开始拆 开始搬迁 包括呢 这个我们讲的 线路的拆除 然后呢 可能你还要做一些标刀的测量 然后还有铁路 不是有很多的道跟叉吗 都要平移 这些我们讲起来 听起来都头皮发麻了 可是你想想看 这样的复杂的工程 你要在一个晚上时间 要把它完成呢 是 我现在想哦 他们在做这八个五十 八个半小时 你看起来觉得 怕是拔地而起 但我相信 他们之前的演练 一定花了好 好长的时间 才能够有这么精准的 这样的八个五 半小时 一个心站就做出来了 好 那你去看到 他们每一个这个工程师 其实一千五百个人 我是 我们都当过兵 你光指挥有时候 可能那个号令 就已经很了解 那当然 那就很麻烦啦 可是我刚刚讲了 包括他这些 因为他施工的地点 就有七个 你光是在那边 无限电喊来喊去 然后指挥这一千五百多个人 倒岔的那些 那些分口 还有龙口波机的那些地方 你完全都不能有误差 你用我车要继续跑的啊 但是立刚 你不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就是 他虽然很快 可是一般人就会讲 啊 玉树则不达啦 你这个一定是可能做起来很浪操啊 没有欸 他们还是非常的货真价实 做得非常的精准啊 所以呢 他们就觉得 我能够在一系之间 把一个铁路站就从旧的变成新的 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立刚 讲到不可思议 除了你 到了 这个就是台湾的两个主持人 在节目中呢 简直是哎呀 大赞特赞 咱们内地的这个工程施工 一个车站的改造 然后听得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我觉得这二位 有那么点 有那么点没见过世面的那个镜头 你有这种感觉吗 然后就是台湾的主持人呢 有点像说相声的 你来我往 然后在这简直把这个 把我们这儿都吹得都上了天了 其实 其实在我们这儿 这个稀松平常啊 对吧 然后这俩主持人在节目中呢 就是说到 说他们以前当过兵 他们在台湾当过兵 当的一定是国军的兵咯 对 但是你知道 我们这儿里许多 许多施工工人 其实也是退伍兵 但他们是从共军退伍的 国军从来就不如共军 难怪他们那么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所以话说呢 其实现在在台湾岛内 以前我们管他们叫做井蛙嘛 就现在很多井蛙 已经开始出井了 就有这种感觉 对啊 就是比如说最近 对 有一位来大陆旅游的学生的 台湾的大学生 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大学生由大陆心得 人家进步又自信 台湾才是落后又玻璃心的文章 对 然后他还专门上传了几张照片 就是在大陆苏州一家酒店的照片 就说这么高性价比的住宿 在台湾很难找到啊 到底哪一边才是水深火热呢 哎 这个这个对啊 通过一间酒店 台湾的大学生发现 原来 对吧 还真说不准是谁这个水深火热呢 这是他在苏州住的酒店 其实在我们看起来 也就一般呢 但是这位台湾的大学生震撼了 他说这个房价一个晚上 只要新台币2600元哎 2600呢 其实也就是五六百块钱人民币嘛 对啊 然后但他就很那个震撼了 说说这个里面还包含豪华自助早餐 以及下午茶 对这样的规格在台湾得花多少钱呢 等等等等 然后在台湾引起好几千的网友 在那里各种的反应 有的人跟着感慨 有的人就说 瞎瞎掰 对大陆内地很落后 厕所都没有门 吃茶叶蛋 就是吃茶叶蛋都吃不起 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知道真相其实是瞒不住的 对啊 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了 开始意识到在大陆正在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会知道大陆就是现在这种力量对比 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嗯 有网友说 其实像那个酒店啊 应该三百块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在载弯弯呢 不至于吧 这个这个 哈哈 对有人说我们连茶叶蛋都吃不起 怎么会有这样的酒店呢 也是 厕所没有门怎么怎么进去的 厕所没有门 翻墙进去的 只能解释成翻墙进去的咯 OK 有网友说 其实二百六十八块钱的酒店也是如此 我还是那句话 就喜欢看他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但是 话说 依然不是所有台湾的人 都是这么的头脑清醒 马上就要说到一个人 我想大家介绍一下 这老兄呢 你们可能以前没有见过 此人 名叫陈唐山 陈唐山什么人呢 这个是民进党籍 对 他号称是前外交部部长 哦 然后他在最近啊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接受印度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说呢 台湾可以和印度联手干嘛呢 就来稳定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 啊 台湾和印度联手 没错 就是按照他的意思来讲呢 就说陈唐山先生认为呀 印度呢现在这个经济成长啊 将来一定是全球主要大国啊 而台湾的优势是什么呢 是对中国大陆有所了解 所以双方呢 就是台湾和印度可以从安全呀 到经济领域都可以相得一张啊 然后为印太地区的稳定做出贡献 这就是陈唐山先生的高论 哎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就是你们你们多合作一下 对 就是台湾的朋友们跟三哥 互相帮着 我们看着也开心 不是 我们看着也高兴 是吧 然后说到印度的话 马上就有一个话题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这个是从印度 从三哥那里传来的消息 说是就在上个礼拜六 上个礼拜六早上 在印度 古尔冈地区那儿有一个村庄的麦田里边 有一个不明物体 噗 从天而降 直接砸到田里了 哎 然后看着像一个巨大的冰块 在地上砸出了一英尺深的洞 哇 然后整个地区都轰动了 说是突然之间天外来物啊 天降陨石 对啊 然后大批的村民围拢而来 聚集在一起 围着这个就是天外来物 在这里观察 在这里思考 只见 来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景啊 就是台湾 不是台湾了 印度 印度民众大家看 围在田里边 围住了这个天外来物 对啊 大家都很兴奋 脸上的表情充满了好奇 同时呢 又有求索 这种真诚 然后砸在地上这块 大家看 这个类似冰块的物体呢 大概有8公斤重 表面的是黄褐色 在地面撞击的时候 已经有点碎了 对啊 然后大家猜来猜去 都猜不出这是从哪来的 会不会从火星来的呢 后来警方别无选择 只能向印度气象局求救 然后大家都猜测说 这可能是个流星 或者陨石 然后印度村民们 纷纷啊和这个天外来物呢 合照 还有的人专门把它这个 藏在自家的冰箱里 对啊 你要知道就是陨石 那东西值钱啊 对啊 所以一块陨石很可能能够 卖它几千美元 所以对吧 印度的村民都非常的兴奋 但是呢 但是其中一部分发现 说这个冰冻的物体 开始融化 然后它的真实的性质呢 就开始揭示了出来 然后印度有关部门呢 也来查证了一番 就来宣布 说这个东西呢 其实并不是天外陨石 确切的说呢 它是天上的这个 叫做陨石 基本上呢这个就是天外来石 对吧 然后这个印度村民呢围着合影 对吧 还有人拿到自家冰箱里 不知道有没有人尝一尝呢 对吧 这个尝一尝味道一定非常的 就是醉人 是刚刚发生的真事哦 我在这里说到这件事情 没有任何的嘲讽之意 各位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 好像是在讽刺三哥啊 没见识之类 不要误会 我跟你们讲 有人说这个叫做自由的飞翔 对对对 这就是典型的自由的飞翔 对 你去坐趟飞机 你还有机会让自己 是吧 那个 得一部分排泄物 体会一下飞翔的感觉 OK 好了 关于这个飞翔呢 我要说的是 我一再强调 我没有嘲讽人家印度村民的意思 对 因为类似的事情 在国内根本也发生过 我这里是有证据的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证据呢 我是专门给大家找到 叮 这个讲的国内有个电视节目 有一期讲到说天上掉了几块冰 砸到河北一农村 然后围观群众纷纷上前品尝 据说还挺好吃的 有一老头抱了两块 回家里边冰箱冻着 说这叫无根之水 每天舔一舔 可包治百病 据说舔一次还要交好像一块钱呢 节目最后咨询了一个民航专家 才知道是飞机卫生间掉下来的蓝冰 就是化学处理之后的 这个飞翔 对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掉在咱们河北境内的那个冰 是蓝色蓝色的冰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飞机民航 还是对它做了一些清洁处理 而落到这个印度这个麦田里边的 对的 如大家所见 它基本上是一块黄冰 所以这个卫生处理呢 做的就相对的弱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我现在向大家提问 有没有人知道 就刚刚我说的 国内的河北这个冰 蓝冰砸下来的这个事 这是哪个 哪个著名的电视节目 哪个著名的电视节目 那个曾经播出的呢 有人说 小白你还吃晚饭吗 我说隔夜饭都吐了 小白你的肉夹馍 还吃得下吗 我可以猜吗 我可以猜是哪个节目做的吗 嗯嗯嗯嗯 我不要猜 先看它们的 好 来 有人说三哥咖喱吃腻了想换换口味 不要这么说嘛 诶 有人看到了 走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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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猜到吗 对我要猜就是走进科学 走进科学 我再讲 我在这里忍不住插播一下 走进科学 绝对是一档神奇的节目 走进科学是在央视中央电视台 CCTV10 科教频道播出 你知道当初有很多家长一开始啊 是带着孩子说 学点科普知识来看这节目 后来越看吧 越不太对劲 后来有人把它叫做走进科学 走进你大爷节目 就是他那个播的内容真的是 令人无法想象 非常的精彩 对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他里边有些 有些气特别精彩 比如说 有一次说有一人特别牛 你看怎么着 说他 弄自己的嘴 自己的牙 然后 任何 就是咬自己身上任何部分 就在那儿吸 然后直接就能吸出血来 天呐 然后最厉害的是 这上面还没有伤口 我天 他说太惊奇了 观众都好奇得要死 说这个人是什么神奇的人 难道是现世的这个吸血鬼吗 后来 就我们走进科学打揭秘 说这个鼠啊 就是咬了半天出了血了 可是又没有伤口 最后发现 原来是他自己牙龄出血 哎呀 他太厉害了 嗯 我觉得 真的是太太感人了 就这个节目拍得特别好 还有好多呢 对 有一期 说做了好几期 连续好几期啊 哎呀 这这各种的这个悬念啊 什么UFO 不明飞行物啊 飞来飞去的 吓死人 然后终于报到第三天 最后揭秘你下的门 说在这拍的时候吧 哎 前面有小虫子在飞 然后摄像头灵敏度不够 结果 这就是不明飞行物 然后说吧 嗯 说有一个山村 不得了了 每天三更半夜 都有一种怪叫声 把全村人都给吵醒了 说太可怕 他都不敢出去看啊 然后战战兢兢 一直失眠 直到天亮 后来咱们的记者去采访 好家伙采访 采访这采访那个 对 采访二舅 采访他已经采访 一大堆上岁数村民 就说 都说这里边有野兽出没 每天夜里要到村子里边做怪 真是人心惶惶 最后 幸亏咱们央视走进科学 给大家解密 原来 在这个村子里边 有一胖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 那呼噜是特别的响 结果大家就全都失眠 天哪 我跟您讲 我挨死这个节目 我觉得走进科学 走进你大爷的节目 真的是给广大电视观众 带来了欢乐 有人说小倩的笑声真销魂 销了吗 我笑过吗 销魂销魂 OK 反正我也希望 我不知道那个可爱的节目 现在还有没有呢 反正总之 真的是央视 就是现在为广大网 网友自发的传送的节目 其实不是很多 这个是一个 我想想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吗 小倩你有印象吗 我想想 有一主 有一主特别厉害 说他那个 他天生不怕电 好像徒手啊 好像就是弄灯泡上的 220伏的交流电 愣打不死他 然后专门把他送到北京去检查身体 你说这个人有什么特异功能啊 怎么着电不着呢 最后 对 专家见见说 哦 原来奥秘在这里 就他这个人的这个 手上那个茧子太厚 所以造成了绝缘 所以居然那个垫 就垫不着他 就这个样子 对小倩你 你看过那个 我看过那个我就不说了 哦 那个不是那是一个段子 记错了 哦 不不不 我们走进科学 这都是非常严肃正经的 科学的那种 对 所以它是很认真的一个事情 还有什么事 哦 我想起来了 哎呦有一个最强悍的 各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啊 就这个 小倩你先专心那个弄你 大家不要理我这里 嗯 说啊 好家伙 哎呀这个真是 哎小倩你 你要么先出去一下 我方便说这个话题 是什么呀 这个少儿不一样 你说吧 没事 哎好吧 就讲啊 说 有一位老大爷 天哪 特别奇怪 就是得了一种 非常奇特的病 绝对是不治之症 说出来 吓死人 哎呦天 你猜怎么回事 说这老大爷吧 莫名其妙 他身体的一个部位 整个就变成了蓝色 你笑什么呀 我这认真地讲 不行 你把我这营造的气氛都给破坏了 我挺可 小倩你没事 你去你去你回你屋里先待会儿啊 就说 大家别理他 说这老大爷 天哪 他身体一个部位 直接变成了 我为什么要举自己的杯子 就是直接变成一种蓝色 而且深蓝色 然后关键是他这个部位 天哪 实际上是他的隐私部位 也就是说 他的就是 怎么说 一个蛋蛋变蓝了 天哪 多方求一无果 这太吓人了 咋办呢 只好把那个切了 哎 但是万万没想到 没过多久 这老大爷 天哪 他发现 我把这杯子放开一下 不能因为这个是蓝的 这个破坏我喝水的感觉 所以老大爷发现自己的 另外一枚蛋蛋 一变蓝了 啊 这个简直是绝症啊 后来 对 幸亏请到这个著名专家 经过论证 发现这大爷 哎 他那内裤 掉色 哎 你这老大方 我这好好说点走 好严肃啊 对啊 这很悲惨的一个事情 好悲惨 对啊 我就 我就没清楚了 我比这更悲惨的事 我跟你讲 哎呀 不行 这个让我心情 简直是难以平静啊 要是没有走进科学这种 这种这种科普类节目 我们要在迷茫中摸索多久啊 天哪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小剑把快把我的极光剑递给我 哦 你还有这个 哎 我这放了三天都没看见 按不动啊 嗯 这个 就是这个时候 关键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 对吧 我们的这个 哎 嗯 不是吧 需要我们的 哈哈哈 激光剑 来 起套点驱斜的作用 为什么它有声音啊 这是高级激光剑 当然必须得有这个声音啊 好脑残啊 哈哈哈 看到 哦 它是根据它挥动还有 对 哦 来 我把这柄光剑赐予你 谢谢啊 我怎么知道有点脑残呢 什么叫有点脑残呢 这个是星球大战里边的 就是绝地武士才能够使用的光剑啊 是我专门 有 怎么样 厉害吧 好高级啊 哎呀我在我屋 这个这屋放了 头几天你都没看着 简直了 你看看 你看看就是 说明你现在 你现在都不来 来咱家书房 你现在都不读书 你看 它还是个渐变的收进来的 这个声音还真够处理的 真的是高级 哦 这里有人说 小沁 快从背后给老白一剑 想得美 我们家 人都是什么关系啊 嗯 嗯 好吧 这两个人说大哥有点文化好不好 星球大战的剑是不怕光的 谁说的 星球大战的剑是激光剑啊 怎么呜呜呜 怎么会没有光呢 嗯 嗯 好了 关于走进科学这个节目呢 也期待着大家 以后多多的关注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有才华 为我们展示了科学世界的无穷的奥秘 这是太好了 我喜欢 接下来 让我们关注一帮不懂科学 也不尊重科学的人 或者说不尊重这个常识的人 什么人呢 在香港 嗯哼 说的是 说这个什么 啊 就是这个 香港国大学 叫香港进会大学 一直要求那学生 要求他有普通话的课程 对啊 你在香港中国人吗 学习普通话很正常 但是 那里有很多学生反对这个要求 就认为说 不行啊 我们考不过普通话呀 然后就在1月17号 居然啊 有一帮这个大学的大学生 跑到这个学校找老师抗议 对要求校方取消普通话 对这个毕业的要求 然后其中有个学生会会 会长还在那对爆粗口 辱骂老师 大喊大叫 等等的 哦就是就没见过这么差劲的学生 因为我也是大学老师 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世界上居然有一所大学的学生 差践到这个程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走 听到啊 我没有收到这个指示啊 我又收到这个指示 那你是叫华老师的人过来 你叫他出来答 我可以认识别人的普通话老师的证明 那你想怎么回应我呢 你认识不了吗 找个人认识我 现在是我们认识你嘛 你是一个英文老师 你认识不了你 找个普通话老师认识我 你叫我们认识我们的学生 我们就是给你的毕业要求 搞了很多年的学生啊 因为我们在质疑你们 怎样去和我合不合格嘛 你就说不能回应我 不回应我们和他们的诉求 你认识呢 请不回应我 你认识你 你不回应当我们的答案 我认识你 你认识你 你认识你 你认识我们 你不允許我們去學校,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嚴重的 請問,在過去十年,只有五個學生 五個學生? 請退回,請退回 請退回,我跟妳說,為何不退回? 因為我是教授 我們是學生,在這個語言中 是學生,沒有學生在這個語言中 所以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所謂晉慧大學的學生 尤其是現在後腦勺的這個主 他不但是不學普通話 這英語也是爛的沒了邊兒了 大家有聽到吧,怎麼說這麼一口爛英文 不是說香港什麼英文程度挺高的嗎? 怎麼這麼差勁啊? 然後呢,我查了一下 就發現這個如此無理的 對,在這兒明顯就是在威脅老師 這個糟糕的學生叫陳平樂 謝謝 說到這個陳平樂 我可查到了更多的有趣的東西了 是什麼呢? 說這位陳平樂同學 就是衝著女老師在那兒亂吼 然後英文巨爛 又不願意學普通話的這個人渣 對,他現在居然啊 居然還要來內地 對,沒錯,就是如此 說這個,他是靜惠大學中醫學 以及生物學的學生 然後他近期呢 要到廣東省中醫院來實習 好像還要實習一年的時間左右 啊?就是你又不願意學普通話 你對老師這態度 然後你現在呢還選擇到內地來實習 這個事兒一聽呢 稍微說來,據說許多網友 已經直接給這個廣東的廣東省中醫院打電話 說你們怎麼接受這種傢伙 這種人渣來實習啊 對呀,就是 然後最新的消息說 說這個叫陳平樂的人 害怕了 他怕什麼呢? 因為他聽說內地有很多網友 打算找他算賬 就這個人陳平樂 然後現在那個趕緊 麻烈了,他是立刻從廣州又跑回香港去了 而且他說擔心自己的安全 為什麼呢?據說許多網友呢 給那個廣州的醫院打電話 說要找他算賬,要揍他 而且這個傢伙呢 把腿就跑,跑得快 跑回去了 哎呦,我這個得由衷地問一去啊 這是怎麼 這香港這是什麼意思 這怎麼成這得下了 對吧 然後其實在香港 這幾年出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我們有點看不懂 我舉例,有一個人 他的名字呢叫做黃之鋒 你們聽說過吧 這個黃之鋒是一個戴眼鏡 然後嘴呢突出來 就這個樣子 左半邊這個就是黃之鋒 他就是性衝衝在那搞港獨 搞抗議 然後最近呢是被判刑了 只判了三個月 判了三個月 他轉身就出來 現在被保釋了 OK 然後你們看右半邊 這是一位老警察 這是他出庭的時候的樣子 不是這位老警察 他為什麼要出庭呢 原因很簡單 他是因為呢 當初在處置佔中事件時 然後付出代價 對,被控告說他打傷市民 結果被判入獄三個月 就這個樣子 然後還有更加厲害的 這都是在香港出的奇葩的事情啊 就是這黃之鋒鬧事 對,只判三個月 據說很多鬧事的人 都非常輕判 扶皮潦草甚至不用承擔刑責 但是瞧這個 有七位警察 是因為當時 對吧 就是說被控告說打傷抗議者 結果七個人都被判入獄兩年時間 第一被告是個總督察 第二被告高級督察 第三被告真級警長 第四被告是個警員 第五被告真級警員 第六、第七都是真級警員 他們 倒是每個人都被判了兩年 然後直接給關進去了 這是什麼奇葩的判決 就莫名其妙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昨天節目中說到的 就說如果你要是要把警察 豎住手腳的話 那這個城市一定會陷入到混亂之中 我認為香港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香港的法律界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為難自己的城市 整個城市會為此付出代價 所以說到這時候我忍不住就想到 當年成龍大哥拍的那個影片 警察故事裡邊有一段非常好 警察辛辛苦苦 最後擋不過有些人以法律的名義 為犯罪來開脫 你可怎麼辦 來 所以成龍大哥 年輕時候拍的片子可精彩了 藉今天這個機會 對吧 我們也稍微的回顧一下 好吧 叮 來 來 豬頭 快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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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将军 将军 不要乱来 放下力气 这儿的事得和我们了 将军 这是我跟他的事 不要一起用事 这种人有法律制裁他的 法律 法律是制裁没有钱请律师的人 不能制裁他 大厅广路之下这么做 会吃亏的 只要我亲手杀了他 那我就够本了 是猪涛之子杀死闻警官的 公司包里有诸套所有的犯罪证据 你没事吧 家具 阿美受伤了你先照顾她 包署现场把有关人犯带回去 你们这些警察越来越不像话了 竟然在大厅广州手持力气 企图伤害无辜市民 你身为警务人员 竟然知法犯法 我现在代表我的当事人 控告你们非法拘禁 恐吓 殴打善良市民 以及蓄意伤害他人身体 我要报告司法单位 说你们意图防外司法公正 制造骚乱 那你们看见了 家具 快抗一下 不要中了他的法律陷阱 我看你还是准备收牢吧 是啊 律师你敢恐吓 张律师 幸福你来得快 你 你 别安死了 这也就是他们能够做的最大的程度了 这是很多年前的警察故事 我那个时候成功真是英俊帅气 而且拍的片子简直精彩爆了 但是类似的问题始终存在 所以我再次在我的节目中提醒大家 你知道从前我也对西方的法律制度 非常的迷信崇拜 我觉得好完善 好合理 我慢慢的意识到 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 就说要提防 就这种法律体系发展起来之后 那就实际上变成了 对法律制度来说 可以为一些人来洗脱罪行 你还拿它没办法 这个东西不行啊 对啊 这东西有问题 所以说真的 就是这个香港的这个情况 我不认为它能够长期的这样下去 就是它在作死 对什么时候死 那就看它自己 OK 好了 这里有人说到 美国的法律体系呢 就是有钱人的 以前我没有感觉 我后来才慢慢的意识到 就是精英阶层啊 设计了非常聪明完备的法律体系 但你仔细研究这个法律体系 基本上它就意味着 如果你属于精英阶层 你确实就是有很大的机会 逃脱罪行 而如果你是底层 你也没钱请得去 好律师等等 那你就活该你倒霉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它会以一种表面上的公正 来掩盖 尤其是以它非常繁杂 但是又看似合理的法律程序 来掩盖它里边的这种趋势 小白老师 你又帅了 谢谢 小倩在家穿这么好看 她在家里边一向穿这么好看 这里有人说到 对吧 其实许多的法律 就是在为特权阶层在服务 真的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的 OK 好了 那个回到国内 还好啊 就是咱们现在呢 有些事情还没有遭到 那么样的一个程度 我下面要讲到一件事情 说的是去年五月份 在郑州 河南省会郑州发生一件事情 说有位杨先生 这杨先生吧 他当时在小区的电梯里边 见到一个老头 他在抽烟 他就劝着老头说 你这抽烟不好 他说有孕妇怎么办 有孩子怎么办 等等呢 然后那老头就不高兴 俩人就吵起来了 对 但是吵来吵去 后来这老头吧 突发心脏病死了 对 然后那个 这个老头的家属 就把这个杨先生 告上法庭 这个事儿呢 在郑州也曾经轰动一时 对 关于这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这件事情 走 叮 好吧 那个 这个还得有广告 我们等一等 就是 基本上呢 就是这位杨先生 应该是 当时 他自己的老婆呢 好像是怀孕 所以他都被关注这个事情 而且他一向呢 也 他多次劝别人 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 对 正好碰到这位老头 他就跟人说 不要抽 俩人就争起来了 越争越厉害 结果就闹到那屋檐去了 然后当时杨先生说 他去取个快递之类的 等到他再回来 这个老头就已经就 就不行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视频 走 走 然后我去 我从十四楼 到富一楼 坐电梯的时候 一进店里面 看到一个老人 在电梯里抽烟 据杨先生描述 当时电梯烟味很大 他出于善意 就提醒老人 电梯内不允许抽烟 我就说老爷子 我这个电梯里 这个蜂蜜比较艳 这个烟味散不出去 这个二手眼的围海比较大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 我说你把眼多吸眼对身体也不好 他说就是我这么大岁数了 隔天里就抽个眼 赶紧我眼没啥 我说有孕妇 小孩会做的 他认为是现在没有孕妇 我说你没有孕妇 别人毕竟会做的 两人就一直争辩着 由于电梯内监控没有音频 争辩的内容不得而知 当时老人是要到一楼 杨先生要到富一楼 很快电梯到达了一楼 但老人并没有下电梯 本来到一楼 一楼他应该是下电梯走的 他不走 然后电梯管了之后 到富一楼 富一楼我这么一下电梯 老人就是追随我到富一楼 从监控上看到电梯 到达富一楼时 两人仍然在不断的争执中 到富一楼 然后就是他还是认为 自嘴上受到伤害一样的 我说老爷子 我确实没有过错 我只是善意地提醒你 他劝导你 我也不行 咱去午夜说吧 就这样二人又乘坐电梯返回了一楼 一前一后往小区物业走去 屋檐门口他的情绪就比较 等于说越来越激动 我看我说 屋檐的人这时候听到他 他这个 我没在辩论这个 是是丑啊 他说断管闲事了 对吗 屋檐的人劝开了 屋檐人员也说就是 人家说你抽烟也没有啥过错 是吧 你情绪别这么激动 然后把他请到屋檐办公室 杨先生称物业介入后 他刚好需要取快递就离开了 等到再次返回时傻眼了 取快递回来 大约有十几分钟吧 我都发现这个有物业人员报 120说有人心脏病犯了 我当时不知道是谁 他我一看我一看是那个老叶子是吧 我一看他就心脏病犯了 不对劲嘛 我赶快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做了大概有十几秒钟吧 这个120的任意都到了 经过120医护人员的极力抢救 但最终老人还是不幸离世了 老人家属称 在医院为老人料理后事时 根本就不知道老人的突然离世 原因是什么 直到再次回到小区才得知真相 老人家属认为 老人突然离世和杨先生之前 与老人发生争执是有关系的 立即到附近派出所报案 一怒之下 老人家属把杨先生告上了法院 2017年9月4号 金水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判被告杨先生 赔偿老人家属一万五千元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因为老人的死亡结果之间 和劝子他吸烟的行为之间 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老人家属看到这样的结果 更加气愤 立即向法院申请上诉 老人家属认为 在电梯中 杨先生和老人发生争执的内容 是他们希望求证的事实 谁家里没有老人 年龄大的时候谁不会做错事 就因为他做错点事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就不知抨击他 一直最后让他心脏密复发 目前老人家属已经提起上诉 二审于11月1号 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定位 好了 关于这个吸烟的事 引发一个七十多岁老头 死俏俏 关于这个事情呢 一项听听大家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挺神奇的 那个一审判这位杨先生 就等于劝老头不要吸烟 你得赔他一万五 对呀 然后呢 两边都不太乐意 杨先生觉得我没做错 凭什么要赔呢 对我 我愿意那个 就送他们一万五表示安慰 但是我不认为我做错 而那边觉得你是判他太轻了 所以他们也提出上诉 所以OK 各位 那个 觉得杨先生应该赔偿的 对吧 就是支持死者家属的大一 然后觉得根本就不要赔 没什么道理赔的大二 看一看 有人说一万五自认倒霉 一串到二来了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紫月七十而随心所欲 不欲拒 老头没学过国学 还是中国人吗 这个 哦 天哪满平的 我基本上看不清楚了 基本上一手到二 还是有个别人打一的 觉得是应该赔一下的 好的 看到了大家的观点了 很清晰 对呀 就是说 大多数人 绝大多数人是不赞成来赔偿的 觉得对吧 提醒你 然后你这死掉下 难道我们就得赔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死者 就是那老头 他的家人 就是那男的说的话 对吧 谁家没个老人 对吧 老人年纪大就不能做点错事吗 为什么有人就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来谴责他最后那个怎么怎么的 你有没有在生活中经常碰到有人说 我们最讨厌有的人 就站在道德制高点 我们最讨厌有的人搞道德绑架 我跟你说 我一开始把觉得好像有点道理 就没事了 道德说了干嘛 我后来慢慢的越来越明白 什么人喜欢说这种话 就是没有道德的人 不讲道德的人 是最反感别人用道德抨击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的理由是 就是说 我游走在法律边缘之外 法律不能把我怎么样 对 你最好你们道德也不要管我 我就可以在这个 这个线队胡来 说全就这么回事 所以各位啊 网上时不时会冒出论调 说那个最讨厌什么 占据道德制高点 最讨厌道德绑架 最讨厌道德谴责 如果我们中了他这个计计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道德可言了 就是说 就是说法律不惩罚你 因此对道德就不需要了 这是扯淡 对呀 所以我要说的是呢 这个老头 他在电梯里抽烟 这是不对的 本来就不合适了 人家作为 杨先生作为公民 好意劝你是正确的 OK 那你自己身体不好 你还这个 以老卖老 为老不遵 这位说的对 对吧 最后导致自己心脏病发作 你自己把自己活活气死了 你活该呀 对呀 我还这么说了 就说如果你犯错在先 如果你遭到比你这个 还有严重的惩罚 比如杨先生直接在指别 你个老帮菜 对你怎么地呀 死不死啊 对不对 我觉得也没什么错 谁让你自己先做错事在先呢 所以作为这个老头的家人 比如说那两位 正确的态度是什么 向社会真诚道歉 不好意思 我的父亲给大家添麻烦了 杨先生您说的非常对啊 我们会教育好我们的孩子 将来不会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这才是唯一正确态度 然后在那里气势汹汹 据我所知 就这老头死之后 他的家人曾经逼着杨先生下跪 对 侮辱人家 就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啊 就是我们生活中 以反对什么道德绑架为由 让一帮坏蛋 对 得意洋洋 咱是逞凶 不可以这样 大家也要 现在慢慢清醒过来 就是仔细想想 在这个社会上 谁一次才拼命的煽动 我们说 不要道德谴责 不要道德绑架 不要让在道德之高点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 你们就不要讲道德 这个社会最好没有道德 好让我们这些 根本就没有道德的家伙 横行霸道 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各位啊 就是这些年来 公知啊 什么大V啊 跟我们珊瑚了很多东西 猛一听 像回事 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 都是扯淡 不要上他们当 不要被他们带风向 OK 小白 别这样说 他儿子在看直播 来告我 Sue me OK OK 然后我来 我们也来 玩一玩这个 有趣的法律的手段 对 如果他玩得起的话 那我可以来 谁怕谁 对啊 这里有人说的 就是用道德逼死他 有什么错 就是你知道 就是以前我们确实有些统计 比如说 从前封建社会的道德 比如人家两个人自由恋爱 大家就不乐意了 就是你这不符合道德逼死人 这个是不对的 可是现在有些人就是不道德 对 在公共场所 对吧 胡作非为 然后插队 加仨无所不为 占便宜等等 你还不能说他 你说他一句 你凭什么站在道德制高点 你他妈的 就是这个就没有道理 毫无道理了 对吧 那这时候你说 你是不是应该K他 对我们没有用法律惩罚你 但是大家可以用道德来约束你 给你点厉害尝尝 这个 对吧 有人讲到说 法律其实是道德的最低底线 对啊 你干嘛就只能停留在最低的底线 道德是法律的重要补充 没错 没错 OK 所以啊 就这个事情 我看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认为一审 非要求杨先生得陪他一万五 这本身就是特别扯 莫名其妙的是 他凭什么陪他 他做错什么事了 凭什么要求 他没做错事 你们却为了稀释您人 对强行要求他 给他那个事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将来没有人敢 对吧 就善意的 哪怕劝一下 您别吸烟了 这儿有妇女孩子 您别加三了 有理的永远是他们 因为他们将来 反而可以用法律 到过来来威胁 这些原本是善良的人 这个就是 就是很扯的一件事情 好了 但是呢 我现在要来讲一下 这个案子 这不是二审吗 最后这个二审的结果出来了 二审法院 推翻了一审法院 认为一审法院 判这个什么 杨先生要赔一万五 是错误的判决 是不应该的 所以取消一万五 所以杨先生 一分钱 一毛五都不需要 给那老头他们家 这就对了 这就叫做弘扬正气 就是我们有些法院 搞的 就包括以前 南京法院搞的 那个彭宇那个事 那个奇葩事 就是彭宇 其实是撞了老太太 对吧 撞了就撞 你就直说嘛 然后你非要 把他说成什么 谢谢于牧川送的龙虾 非要把他说成什么 呀他当时 他一定是 那个不合理嘛 你一定是撞了他 你看 你这么个搞法 你这个法院 就是在干混账事 你就是在污染社会空气 我觉得这次郑州法院 郑州法院的表现 尤其是二审 比这个南京法院 要强一大劫子 这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你是正常公民 你就合法公民 你正常生活 就没有问题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 你不会被那些 混蛋给要挟 OK了 好吧 好的 那关于这个事呢 就说到这里 现在时间已经是21点57分 各位正在收看的 依然是由小白老师 为你编辑主持的 小白合作日记 今天呢 正好在家里边 是我们家的室友 小倩 小倩同学 OK 刚才有人说 说那个在线4万多人 都是在看小倩的 今天不错哦 在线已经有4万多人了 我们现在订阅用户 是5万人 对啊 然后来了4万人 那就是5分之4 80%的人都现身了 好了 我的问题来了 还有一万人 对 都哪去了 还有那一万人 你们订阅了 对 关注了 然后不出现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留人说到 最后杨先生呢 好像是捐钱捐了1万 但是据我所知 那家没脸拿 所以没药 对啊 就是这个事情嘛 我们现在容忍 社会生活中不合理的 甚至是歪曲的 扭曲的 恶心的事 时间已经够久的了 对 该拨乱反正了 然后我希望 就是有些家伙 别打着各种 听上去高大上的旗号 然后来做恶心事 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 有人说1万人停电了 还有人说1万人 看二婶了 重播党还没来 其他人都是看重播是吧 你说也算是我们的注册 订阅用户 结果居然这一声 只能看重播 这岂不是觉得 非常的可惜吗 好了 小白你说错了 在线4万人 其实有3万都是新的观众 其他关注的 都是在看重播 有人说小倩你最近 好像丰满了一点点 没有 最近瘦了一点 好 毫不犹豫的 换机回去 真的 最近瘦了 瘦了 那个3-4级 这里有网友讲到 说就在昨天晚上 还有一个导游跑过来 为雪香说话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你看啊 比如雪香在这坑人 导游还打游客 按说正确态度 唯一的正确态度就是 错了 就是错了 其他导游应该表示歉意 我们会努力改变这种情况 但你看就会有人说说 哎呀 其实那为什么 那个不打别人 这打他呀 你知道这种混账逻辑 这种土匪窝逻辑 明白我以外 就是在我们这里 现在出现很奇怪的情况 做错事的人 还觉得自己有理 倒过来逼着这个 比如倒霉受害人 或者好人 还得 还得和你们还错了 似的 这个 这是特别扯淡 看不下去的事情 来我们换个话题 接下来说到呢 就在1月21日时候 关注一下我们的邻国 在朝鲜半岛 话说呢 这个就在前两天 朝鲜方面派了一个代表团 到韩国 然后专门考察 就是平昌冬奥会的那个文艺演出 据说呢 朝鲜方面有意呀 要参加就是这个 韩国冬奥会的这个文艺演出 然后派出的人 非常的吸引人 是什么人呢 我跟大家讲气场极强 是一位杰出女性 她的名字叫做 玄松岳 大家看 这个正在 非常有气势的走出来的 这就是 她的名字叫做 玄松岳 大家看 这个正在 非常有气势的走出来的 这就是玄松岳女士 她的身份不一般 她是这个朝鲜著名的牡丹风乐团的团长 哎 瞧 瞧她走的时候这个气场 对吧 是一位著名的朝鲜艺术家 然后她的到来吧 引起韩国就是这个民众的极大关注 就是无数民众等的 就为了能够一睹方容 就能够看她一眼 就心满意足 就达到这样的程度 而这位玄松岳女士呢 气场也是特别足 她的身份呢 其实是一位女军人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至少是大校军先 对啊 那么至于说 为什么玄松岳在韩国人气这么高呢 这个呢 我们马上呢会讲到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这位玄松岳玄团长 对吧 她在韩国时候那种 无人可敌的强大的气场 走着 这位玄松岳玄团长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到 这位朝鲜人民军大校 玄松岳玄团长的强大气势 她身处韩国 但是整个的那个体态啊 还有神情非常的自在 就犹如走在她自己的土地上 然后刚才我说到就说 韩国民众蜂拥而出 然后围观就想看她眼 你知道为什么她这么有名吗 这个逗了 这得感谢一下韩国媒体 因为就在几年以前啊 韩国媒体大规模的报道 说这位玄松岳玄大校 哎呀 在北朝鲜已经被处决了 然后说她涉及什么淫乱呀 又是得罪高官呀 等等的 然后直接号称是什么 炮决呀 还是犬决 反正就被干掉了 说的有鼻子有眼 然后你猜怎么着 国内大批的公知 大威呀 和各种媒体赶紧转载 说你看看北朝鲜 怎么这样 哎 这个这个 结果转了半天 人家玄松岳玄团长 气定神弦 往手扩一路走过去啊 这不是在参观 这也不是在考察 这在干什么 这是在屁啦趴啦 左右开工地打脸 打谁的脸 打的就是韩国媒体的脸 打的也是中国这帮 喜欢传谣的公知的脸 就是你说你编人家编了半天 最后人家 骂事没有 很愉快的出来 对呀 你说丢人不丢人 然后一帮韩国媒体 在这围着拍照 我不知道这些韩国媒体 当初是不是也跟着 一块造谣过啊 有脸没脸啊 屁啦趴啦啦的 是泡菜吃多了吗 然后就只会这个 对呀 在这造谣 那然后国内这些公知 又吃了什么 这么喜欢传谣啊 有人说 还是小倩漂亮 不是这话题连得上吗 OK 好了 那这个这个 然后 这位旋团长 旋大孝啊 他呢是带领的是 掌管的是 著名的牡丹丰乐团 这个牡丹丰啊 非常的了不起 据说他们演出的水准 也格外的高 我跟大家讲 如果要是 就这牡丹丰乐团 就是北朝鲜的 对这个乐团来加入到 平常网友会的演出 我们现场是绝对不会去的 但是通过电视呢 我还真的是有兴趣看一看 所以接下来 我就要邀请各位 一起来观赏一下 对吧 由玄松叶 玄松叶大孝 所率领的 北朝鲜的牡丹丰乐团 他们的精彩演出 哇 睁大眼睛哦 难得一见的画面 走着 好 好 正宗 好 都 不 有 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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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 因为在北朝鲜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整容整形这么一说 所以他们的美丽是真正的美丽 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强调一下 为什么我们说就是北朝鲜的牡丹丰乐团 如果加入到韩国的平常奥运会 那就值得一看 原因很简单 与韩国相比 对他们的成员都是真脸 OK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观众应该关注呢 因为与我们中国的这个比如许多艺术家相比的话 他们都是真唱 哎呀 我这么说不会得罪人吧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我说的是实话呀 OK 这位网友说的好 牡丹之爱 一呼众一 对呀 就是著名的牡丹丰乐团 其实他们那里边呢 就是美女是真正的漂亮的美女 OK 比韩国要漂亮的多 OK 而且还是真的 然后唱起来也是有真功夫 你知道 你无法想象在北朝鲜的这种乐团里边 而且是玄松乐大校所掌管的乐团 谁敢假唱 那闹不好 真的是要炮绝或者劝绝 开个玩笑啊 但是这个相比之下呢 我们这里 这个相比这假唱呢 就有点多了一点 哎呀 这个事情 但是 是吧 假唱过假唱 我们中国艺术界也有我们自己的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在拨乱反正 举例来讲 最近在国内 国内的艺术界 我们就把一种 是吧 其实非常不健康 对 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的 那个叫什么嘻哈 对嘻哈这个东西刚刚把它给颤除了 对 唱着什么劲啊 瞎唱 胡唱 八唱的拉倒吧 她又是谁铲除呢 有一员女将立了大功 哎 今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了 其实以前也说过了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就是著名的女演员李小璐 小璐小姐 哎 这个是李小璐呢 对吧 在跨点晚会上和她老公 嗯 假奶量一起唱歌 我们可以看到她这唱的效果好啊 旁边这女孩的腿都给唱绿了 就达到这样的程度 对 然后呢 李小璐直接导致了谁呢 屁股腕 不是 PG-1 她和马苏一起 就把一个PG-1送回了老家 就说这位PG-1现在只能回黑龙江老家 哎 黑龙江 没错 不知道离雪香远不远 不会回去当导游了吧 就是反正呢 就是PG-1算是over了 然后PG-1之前你写的歌里边 就有什么涉及到迷路啊 现在想想还真是对吧 亦有所指 迷路这种东西啊 它它飞鹿飞马 对 然后你看这儿坐着李小璐坐着马苏 飞鹿飞马 小迷路 PG-1偶果了 然后这事还没完 什么事呢 就是有一个嘻哈的一个歌手叫 叫Gai G-A-I Gai 然后就在两个礼拜前还参加湖南卫视芒果台 对那个歌手的比赛唱的可好了 对 但是呢 受到牵连下的Gai也没了 哎呀 这我不得不说一句 就当时那个PG-1 屁股1刚倒霉的时候 对 我真心看到有些Gai的这个粉丝 特欢乐 其实这事呢 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 然后据说受这事牵连的 得有十多位这个嘻哈的歌手 其他还没出到 那就更不用提了 所以大家现在就说 这位李小璐小姐 她是以一人之力 对 就直接灭掉了中国嘻哈圈 对吧 从此江湖人称 平西王 哇 好响亮的名头 真的太厉害了 平西王 李小璐 我们向你致敬 你真的是了不起 你太太太强悍了 那就是因为这事发生之后 我就认真查了一下以往的资料 我才终于明白 因为你知道之前大家都在说 说李小璐怎么给他老公 戴绿帽子 怎么和屁股腕混在一起 这个那个的 我仔细查才发现 原来李小璐我们低估了 李小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可不简单 他有着非凡的历史 说他是从小三岁的时候 就为他妈 他妈也是个演员 带着进片场 手把手的交演戏 你看 家学渊源 17岁的时候 他妈妈有个好朋友 叫陈冲 陈冲大姐 然后和颜歌凌 来合作一部电影 天狱她去眼里边女主 直接拿了金马奖影后 17岁就是影后了 对啊 可是拿到奖之后 你知道她做什么 她不向别的女演员 哎呀 感谢导演 感谢这个 她不感谢 她怒了 她跟陈阿姨开始开思 她向媒体控诉 说这陈阿姨不厚道 说本来签了合约 不拍裸露戏 不拍强暴戏 对 结果陈阿姨在美国找了替身 在这该脱还是脱 但是观众不知道啊 就以为啊 你这个李小璐17岁 你就啊 这么勇于现身呢 其实这个事呢 就是据说陈冲还特委屈 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这部戏 其实有女演员 特想现身 但是陈冲没给她们机会 说是国内有位女演员 主动表示我没脱 怎么脱都行 对 好像姓范 也不知道哪位女演员姓范 但是最终的陈冲 却没有把角色给她 对 就给了李小璐 可是李小璐不领情 就这样子 所以李小璐可以说 一直坚持做人要清清白白 这才是李小璐做人的原则 大家不知道吧 对啊 所以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 当时李小璐接受媒体采访 就曾经 就是发自内心的说 她说她说其实怎么说的 我没有学坏 我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学坏啊 也有很多机会 可以在这个圈子变得很堕落 或者很社会很物质很江湖 但是我没有 这才是真实的李小璐 所以我们到这个时候 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次 就是这位可以说是以品德出众 是吧 而著称的我们的这位女演员李小璐 她是怎么样 她是目睹社会上各种各种怪现象 她目睹了嘻哈这种东西 对青少年的毒害 她是拍案而起 然后她用的什么办法呢 太强悍了 她用的是舍身曲 哎 然后那个沙西成人 用着这种办法 然后终于成功的灭掉了 以PG1 PG1 还有什么GAI Gai 还有什么以干人为首的 这个所谓的嘻哈江湖 毁于她一人之手 我们在这里只能由衷的说成赞 简直是可个 可气啊 平希望江湖上将会流传你的美名 对啊 你所有嘻哈人都会牢牢的记住你 然后所有围观群众都会嘻嘻哈哈的谈论 你这杰出的 对吧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美人计 哎呀说真的 那位什么PG1 现在在黑龙江老家 是吧 一边当着导游 我还是干啥 一边想到他一定会不寒而栗 但是 我怎么老觉得这位GAI 有点倒霉呢 你说这GAI吧 你看你看这就不好 这这湖南GAI有什么关系啊 他又没制造什么绿光 对你有绿光 应该 你应该给这个 给这个 也不要给李小罗 给给PG1打嘛 是吧 我就觉得呢 这个GAI由衷了 我有点同情他 没做任何错事 据说为人还挺正的 就已女朋友 现在还订婚了 对吧 就是这是一个嘻哈好男人啊 但是呢 没办法 就是平溪王过后 寸草不生 直接就给灭了 你能怎么地方 平溪王 就是 哎 这事呢 我也不知道 我看我最多也就说到这了 就是 哎 不知道李小璐小姐 我们的这位杰出女青年 下一步打算铲灭哪个圈呢 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的艺术界 对吧 那些某些领域里边 如果你们有七七八八的什么事 你们要小心了 说不定小璐就要从天而降 和他的搭档马苏一起 非路非马 只路为马 然后迷路一般的就就来了 蹦着就来了 你的死期就到了 哎 我们在线人数居然高达五万五啊 啊 哎呀 原来我们的订阅用户全都来了 哎 真是不容易啊 从来没见到这样的 不是很少见到这样的场景 就是我们的订阅用户 现在是五万人 然后今天晚上居然 大家都来了 不但来了 还另外来了五千多位 还是八千多位 对全都来五万八千人了 哎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各位正在收看的是 小白老师为你编辑主持的 小白合租日记 我们的节目呢 是每周二三四的晚上 八点到十点之间准时开播 今天已经超时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播 就说呢 嗯 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我们家室友 跟我一块合租的小倩 还有空姐 还有秦子 现在还有可可嘉 对啊 都爱等人他们的微博 小倩的微博 是小倩爱学习 也欢迎大家呢 踊跃的为我们家 多送点竹子啊 什么什么礼物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OK 六万人啊 哎呀 那就是说不只有五万人 而且还多出一万人 为什么没人送礼物啊 好啊 这些还有什么 饭团龙虾佛跳翔啥 这些都没听说了 都忘了这事儿 不不不不 咱们的粉丝 他比较的这个 怎么说呢 不是不是 比较比较比较这个清品 好了 来就行了 那个我要求也不多 对吧 来就来吧 还带什么礼物啊 但是送点竹子呢 是是没错的 好吧 谢谢AK大神 大臣子送的烤鱼 谢谢各位 你看你一说 这礼物全都来了 这简直了 AK大神 AK是好用 就说呢 反正呢 我的分析就是如此 就是关于轰动一时的 这个李小璐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事情 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以前可以说呢 我也对他是有所误解 像许多人一样 就以为呢 说你作为人妻 你干嘛专利你老公呢 说真的 就是现在看来 他还不是专利他老公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主要的目的 不是为了绿他老公 他主要目的是为什么呢 他主要的目的是 就是等于是隐蔽的来接近 类似于PG-1 这样的这个嘻哈歌手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像PG-1 写的一些歌词 什么的 其实有很多非常不健康 对非常不正确 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 这种东西 那接近他 然后干掉他 就是铲掉啊 不是干掉是铲铲掉他 然后呢 就会像多么牛骨牌一样 导致类似于其他 其实很无辜 对 然后莫名其妙给他打绿光 这是胡丹台干的好事 就是这个 就是 等于是同时被绿掉了 哦对吧 就说嘛 李小璐不止绿他老公 而且呢 还绿PG-1 而且还绿这个Guy 当然这个其实有点 杀伐过度 然后呢 李小璐也成就了一世英明 那就是平西王 从此之后 不知道要过多少年啊 中国的嘻哈圈 只要听到他的名字 就会颤抖 哎 但是 我在这也由衷的说一句啊 就说呢 有些朋友 为嘻哈 名不平 这个内阁的 但说真的 你们仔细去考究一下嘻哈乐的意识 你就会知道 当初嘻哈乐真正在美国的黑人区产生 它的背景是什么 那就是当时黑人遭受种族不平等 经济不平等 对处于那种绝望和困顿之中 许多年轻人用嘻哈这种方式 它是反抗的武器 反抗偏见 反抗白人的种族歧视 对它是包含那种愤怒的情绪 然后那些嘻哈歌手 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得上什么歌手啊 我是歌手 并不在乎是不是自己能认识什么女演员 就是嘻哈原本就应该平民 就应该在民间 所以我觉得 现在各位嘻哈大神 你们也不妨就退回到民间 好好再磨练自己 对等到平溪王将来 就是说那个老去 或者说要 要那个 给自己儿子娶公主 这都说哪去了 就说到吴三桂去了 就大家将来 再出来不迟 好吧 这个呢就是我的建议 但现在就有个问题了 你看 嘻哈现在就 回去了 退潮了 然后我们这个唱歌啊 这方面 看来也比不上人家朝鲜的牡丹风 那我们国内艺术界还有什么 我跟大家讲 不要担心 我们现在依然有拿得出手的东西 非常强悍 举时无双 什么呢 电视剧 哎 接下来我就要向大家推荐一下 就最近我看到的非常精彩的 不得了 了不起 我们放到哪都会震撼别人的电视剧 特别精彩 其实上次我说了一半 就是最近在芒果台放的一个叫做 《极光之恋》 由我们的国民大闺女 叫国民什么来着 国民女儿还是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 就是关小彤 对 国民大闺女 大丫头 他主演的一个电视剧 叫做《极光之恋》 哇最近啊 就是不是演到后半截了 哎呀出来特别精彩的镜头 简直不说一下不行了 大家看 说这个这个 关小彤吧 被劫持了 对 就在一艘船上 然后他怎么办呢 他就啊 这个搬动了手里边的那个东西 那是男主专门送给他的 就是项链 然后呢 就立刻就发出了《极光》啊 各位 这个电视剧名字叫做《极光之恋》 然后在这个剧里边真的就出现了 极光 一般就出来了 而且极光可厉害 而且极光可厉害 大家看 在这船之间就哗就出来光了 你知道 即使你在北极 想看北极光 也点夜里 但是我国电视剧里边 极光直接大白天呢 他就在这发光 就像在这喷农药似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极光一出来 岸边的这个男主一看 当场惊呆了 你看他这半张的嘴 对吧 他好像在说 他好像在说 他在说什么 他好像在说 导演这你也敢拍呀 但是反正呢 然后他就奋身的 躲了辆摩托车 然后直接 嘟就开始飞了 看到了吗 哇 飞了一百多米 直接就被那船飞过来了 简直就像一个炮弹 不像个导弹似的 就过来了 而且 我跟大家讲 大家不要小看他 他这个特效做得很好 大家请看 这就是他在空中飞的时候 你们看到 轮子还在转呢 是吧 谁敢说这是抠像 谁敢说 是吧 轮子在转呢 还有这个 呵 这轮子转的欢 只见我们的这位男主 头戴一个头盔 然后那个 穿着个气氛裤 对吧 在这愉快的 在空中就在这飞行 眼看着就要飞到船上 他及时的 嗨 蹦 跳到箱子上 然后这个 摩托车蹦 砸船上 你看多么的厉害 最终这个摩托车 还是化身为一个导弹 对呀 哎呀 这简直是 拍的太精彩了 来各位 这个多说无意 我们不如一起来看一下这段 大概只有20多秒钟 但是却让很多的网友 很多的观众看过之后 夜不成眠 夜不成眉 翻来覆去的想这段镜头 太精彩了 来走 走了 leye探 在过去的 所以 BHT KLights 混音 咱們到了洪海就遲了 大家看 大家看 求男主這英姿 好 這個就是這部《極光之煉》 太強悍了 我覺得這個牛頓他老人家的棺材板已經按不住了 就是這個我們的電視劇現在達到了超凡入勝 能夠反重力的這種程度真的太精彩了 而且最近啊 哎呀 難得的是什麼呢 好電視劇那是一步又一步啊 天啊 我們現在在線人數已經高達66000人了 今天為什麼這麼多人呢 也沒有說什麼特別的話題啊 不過講一講 說說電視劇而已了 好吧 還有人說 柯壽良的棺材板也按不住 對呀 我跟說 柯壽良當時飛越長城那距離也沒他這這麼遠 這直接一百多米就走就過去了 好電視劇 各位 如果到時候評選年度優秀電視劇 請我懇請大家為他投上一票 謝謝了 然後最近還有一部電視劇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叫做《國民老公》 有看嗎 國民老公 哎呀 裡邊也有非常棒的這個鏡頭 可精彩了 給大家分享一下啊 說這個 大家看一下 這是當時拍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設置人員 男主坐在一個椅子上 女主呢 坐在一個秋千上 正在盪秋千 這個很可愛哦 但是呢 盪秋千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沒盪好 什麼叫沒盪好呢 就是飛出去了 啊 大家看 女主 嗖 哎 飛出去了 天哪 眼看就要落地上 這怎麼得了 你看他這飛翔的姿勢 特別的可愛 對 飛的時候 可以從後邊來看到他 他這個腿 不是腿 就是他 哎 不說了 那個我們換一聲 然後這個時候 男主及時的開始反應了 走著 啊 怎麼能這樣呢 嗨 嗨 哈 嗨 嗨 嗨 哎 就正好呢 就把女主給接住了 這男主反應得多快呀 這太及時了 好傢伙 然後最後呢 就是正好就成這麼一個造型 嘿 哎 就是女主呢 正好砸在男主的身上 而且倒霉的是呢 他們是砸在了一片鵝卵石上 對 然後旁邊呢 都是劇組的設置人員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些劇組設置人員 基本上也處在一種 驚呆了的狀態 他們大概吃盡 就是我們這劇 還能這麼個胡拍呀 就是反正 反正我要說的是 我為我們中國的電視劇 感到由衷的高興 為什麼這麼說呢 那就是說 我們已經在我們的劇集裡邊 實現了 反重力 就是 啊 這是美好的時代來臨了 抗日神劇的時代 已經一去不復反了 而現在呢 我們迎接的 我們將擁抱的 就是各種能夠 反重力 反對物理定律 對一個超現實的 偶像劇時代 讓我們在這個美好的 偶像劇時代裡邊 盡情的沉醉吧 然後再次提醒大家 別忘了這個就是 等到平昌 韓國平昌冬奧會的時候 看一眼 到時候有北朝鮮 全松樂大校 人民軍大校全松樂 所率領的牡丹峰樂團 他們的精彩演出 現在時間已經是22點26分 我們節目結束時間也即將到了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來了六萬六千多人 好六啊 對呀好六啊 能不能湊個66666啊 這樣的戰士2017 送的烤魚 謝謝你 還有送紅綠經的 對呀 有沒有人送個佛跳牆之類的 OK 好久沒有看到過了 我都忘了這個 好了我們就不做這個動員了 總之呢 今天來這麼多朋友 我們也非常開心 看來訂閱用戶 五萬人是全都來了 除此之外呢 又來了一萬幾千人 不簡單不簡單 有人說小倩 至少幫老白拉了五萬人 真的假的 我看六萬人都是你拉來的 那各位 我們的節目呢 是每週二、三、四的晚上 八點到十點之間準時開播 歡迎大家在明天 觀看本週的最後一期節目 然後明天晚上八點到十點之間 同樣是不見不散 歡迎大家關注下我的新郎微博 林東白郎 歡迎大家關注小倩新郎微博 小倩愛學習 謝謝大家烤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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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竹子 來最後還是照例用一波竹子 為我和我們家室友來送行吧 謝謝大家 你竹子杯子怎麼口紅 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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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沒法装睡了 哎呀你看杯子都裂成這樣 對呀 怕你們怕得多辛苦 好 好了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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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